好 下面我们来看23课的第三部分 这是从第七行开始 一直到课文12行中间 A long journey 这里结束 在第三部分介绍了靠肌肉的力量 煽动翅膀来飞行的鸟 比如说野鸭 鸽子 蜇骨 就是patchage等等 这类鸟的特点是有钢铁般的肌肉 叫steel-like muscles 但是这类鸟比较容易疲劳 特别是蜇骨 我们下面看文章的第三部分第一句 整个文章的第七句 它说 In the country school The duck is supreme 在相反的一类鸟里边 鸭子 就是野鸭 是最棒的 最强的 是各种的王者 首先这个school 不能说在对面的那个学校里边 鸭子不会上学 这个school在这儿 是本来的意思是表示流派 尤其是什么艺术或学术等等 它的流派 学派可以用它 你看我们有一个搭配 看一个例子 The impressionist school of painting 就绘画中的印象派 所以这个school再是流派的意思 尤其是思想或者艺术的学派流派 那我们看看一句话 这个毛主席说过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咱们看这句话怎么说 百花齐放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 让一百朵鲜花竞相绽放 这个blossom做动词是开花的意思 然后呢 And the Henry schools of thought contained 让一百个不同的思想流派在竞争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这个school在这儿还是学派流派的意思 contain表示竞争比赛 在这个 彼此之间竞争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这个school本来是学派流派 那么派生意就是种类 类别就行了 在相反的类别里边 野鸭是最棒的 最强的 我们说最棒的 最强的 也能说是其中的王者 就相当于咱们是不是第五行末尾到第六行出现过 The albatross is the king of the gliders 本文中是不过模仿说成 The duck is the king of the country school 咱们前面说我 这个表达是一样的 可见本文中这个地方也用了替换 值得咱们去学习接见 这个我们看下句话 下句话 第八句话 比较长 咱们看屏幕 好 这句话说 It comes nearer to the engines with which man has conquered the air as he boasts 它呢 这个野鸭在这儿指鸭子了 它用的是the duck 是用单数加定乎词the 那他们下一句话跟它从形式一致 那也用单数it 因为我们知道 值类别可以用单数前面加定乎词the 对吧 它come nearer to 离它来得更近 就跟它类似的意思 它特别像呢 这个马达发动机 然后后面黄颜色是定义重句 就是人类呢 用这个马达所谓 就像自己吹嘘的那样征服了空气 坐着言下指 你没有征服空气 你自己飞飞试试看 正如它吹嘘的那样 整个黄颜色的是一个定义重句 咱们说了 关系代词 做借词语语 应该把借词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这是书面的知识 另外里边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as you boast 这是定义重句 内层迁讨的 由s引导的 内层的 非现代性的定义重句 它修饰整个的 这个大个的定义重句 就是人类用马达征服的空气 这个事 正是人类所吹嘘的事 as修饰整个主句 所谓的主句 就是它爸爸这个定义重句 比它大一号的定义重句 然后boast吹牛 夸口说大话 这个等于是关系代词 as做了boast的宾 这是这么一个 另外man呢 咱们在前面曾经说过 man在22号讲过 人类用man 或man代词用he 如果用humanity 或human race 代词用it 在这也是呼吸 这是咱们文法的细节 首先我们看一看 刚才那个come never to 比什么什么来得更近 其实就相当于 be similar to it is similar to the engines 它特别类似于马达 这个词都行 跟它来得更近 就跟它更像的意思 那么with which man has conquered air 用马达人类征服了空气 这个人类用的是man 我们后面那个as he both 咱们说了 代词用he是正确的 man用he来指代 但我回顾一下 如果是mankind 或者human race 那么代词应该用it 用这个他来指代 这是正确的 咱们看看例子吧 咱们曾经见过这个句子 man has his problems 人类有他自身的问题 那么用mankind和human race mankind和human race has its problems 人类有他自身的问题 注意这个搭配问题 不要搞错 回顾一下 22课咱们就讲过 先复习 在127页第二行末尾到第三行 127页第二行末尾到第三行 出现过这句话 although mankind has undergone no general improvement in intelligent or morality it 注意这个代词 it has made extraordinary progress in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尽管人类在智力和道德两个方面 并没有经历普遍的进步 但是人类在知识激励方面 却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mankind代词用it 这个搭配用的是正确的 这个得注意 好 再回到句中 我们说as he boasts 正如他自己所吹嘘的那样 我们知道这个s 引导的是非性能性的定义存句 咱们看一看 这个在18课曾经讲过的知识 s又是整个主句 然后s关系代词 在定义存句里面充当 主语或者定语 咱们先回顾一下 在104页的第7到第8行 第7到第8行 他说if s has been reported 如果正如被报的那样 他们曾经保护人 以对抗鲨鱼的话 好了 就看到这 我们这个s修饰的 非性能性的性能性的存句 修饰整个主句 在这里面所谓的主句 就是他的爸爸 因为他牵套在if从句里面 就是指在if从句里的主观结构 那么被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就海豚了 保护人对抗鲨鱼 这个事被报道 关系代词 做定义存句里面的主语 s 对吧 我们在复习33课 第三册的33课 难忘的一天 第三册也见过这个知识 咱们来看一看 things can go wrong on a big scale as a number of people recently discovered in Parameter a suburb of Sydney 情况可能会大规模的变造 后面s引导的 整个的是非性能性的性能性的存句 修饰就是这整个主句 情况会大规模变造这个事 正如一些人最近 在悉尼市郊 Parameter这个地方 发现的那样 我们看到这个s关系代词 在定义存句里面充当 discover的宾语 它修饰整个主句 发现的正是情况会大规模变造 这个事 好 那么在本文中 关系代词s 在定义存句里面充当boost 它的宾语 正如它吹牛跨口那样 he就指来前面那个man 我们说了 这个表示吹牛跨口 这个boost 如果后面一个名词的话 我们说过 用boost of boost about 这在第三课讲过 但如果后面一个句子 跟从句 本文中等于是 后面相当于一个从句 因为它不是boost后面就是只带整个主句 这个时候不加戒词了 只用boost net 所以本文中相当于加了一个that从句 所以戒词就没了 因为它不是修饰外层的一个主句 就这么一个 但是如果要是表示 某个地方拥有某个好的东西 事物做主语 我的家乡有个美丽的湖泊 还记得吗 这个时候boost 即便加名词 也是急误的 不能加戒词了 我们回顾一下这句话 open the valley boost in knowing at all 经常一个山谷里面根本就没有小旅馆 小客栈 这个时候boost不是吹牛夸口 而是某个地方有某个好的东西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加戒词 它纯粹是其无动词了 这是第三课的小知识 我的家乡有个美丽的湖 当然并不是铜湖铁湖西里湖 就是湖 lake 是不是可以说 my hometown boasts a beautiful lake 就行了 好 这是这个老知识 这个野鸭也更像人类吹嘘 征服空气的那个马达 它跟那个发动机马达有点类似 这个后面进一步说 为什么跟马达很类似呢 后面进一步讲了 看下一面 第九句 看屏幕 这个比较复杂 咱们先把句子整个看一看 它说 duck 鸭子 and like them the pigeons are endowed with steel-like muscles that are a good part of the weight of the bird and these will apply the short wings with such irresistible power that they can bore for long distances through an opposing gale before exhaustion follows 这个咱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等于是两个并列句 在这里面用and 第三号最后这个and来衔接 第一句话的主语就是duck 然后呢 后面这个两个多号之间 鞋体字带消耗线的 是插入语 顺便说一句并且跟它们类似的 还有鸽子 这个鸭子 我们注意这个duck 它没有用单数加定乎词的 在这单独出现 鸭子是可数名词 在这是负数 大家注意这个鸭子这个词 有个英语讨厌就在这 这个duck的负数有两个 第一个是直接加xducks加s 第二个是单负同行duck 在这里面是选择单负同行形式的duck 注意这是负数 负数加s也正确 没有s也正确 因为它跟pigeons并列 而且你看位语讨词 are in doubt with 因为鸭子它是插入语 插入语是不充当语法成分的 所以are的主语就是duck 在这是单负同行形式的 这个鸭子 多讨厌 英语中见一个记忆的 怎么样呢 被赋予了 be in doubt with 咱们说过天生久 被赋予了钢铁般的肌肉 steal like muscles 这个像什么什么一般的 这个名词后面加连词for hyphen再加了like就好了 像钢铁般的肌肉 那么又怎么样呢 这个黄颜色的两个豆豪之间的 这是定义从具 修饰前面这个muscles 钢铁般的肌肉 钢铁般的肌肉是怎么样 是这个鸟的重量的很大的一部分 这鸟体重里面很多都是肌肉 占的比例很高 当然我们飞线的定义从具 一般用witch引导更常见一些 用that也不算错 只不过不是特别常见 我建议大家我们用的时候还是用witch更稳妥一些 好了 然后并列区 引出第二并列区 s是并列连损 到接着说 按this 这个this在这 就是指的前面这个muscles 那肯定指这个肌肉 这肌肉将怎么样 给短小的翅膀提供如此不可抗拒的力量 ply是跟后面这个with固定搭配 给某人某物源源不断的提供某个东西 它给这个短小的翅膀提供如此 irresistible 来自resist抵抗 无法抗拒的力量 以至于怎么样 这个that到巨末 当然是结果状一冲击 因为前面有satch 如此以至于 我们看这个satch跟后面 that固定搭配 satch后面跟一个名词端语 如此不 以至于怎么样 他们可以一直顶峰飞行很远的距离 这个boar用的是夸张的修辞方法了 我们知道这个boar13个讲过是打钻的意思 打钻当然很费劲 往前打上一厘米都费很大力气 因为这里表示顶峰飞翔 就好像那个鸟拿小脑袋在风里 在墙上打钻一样 这么费劲 咱们一会儿会讲这个夸张的修辞 那么穿过opposing gale 就逆风 opposing是对抗的对立的 咱们讲过oppose 这个18个讲过这个动损 gale就狂风类似 顶着逆风 一直到精疲力竭 就是在什么呢 在精疲力竭exertion 跟随来之前是这么费 但before我们说翻译方法很多 在这可以买的一直直到 类似于until 直到最后精疲力竭为止 这个划横线的before 当然是迁套在结果状欲从矩内部的 时间状欲从矩 直到什么什么为止 好了 这个里边我们有些细节得看一看 首先看第一个 就是steel like muscles 钢铁般的肌肉 steel like相当于定义从矩 你要不会这个搭配 很多人说成 muscles that are like steel 那啰嗦死了 像什么样 名词后面加连字符 加like就好了 steel like muscles 叫做钢铁般的肌肉 咱们回顾一下第三颗 第一颗就见过的 第三侧的第一颗 像猫一样的动物 像猫一样的 先说猫 再加像 cat like animals 像猫一样的动物 我们说过的水晶般的双眸 水晶般的双眸 水晶叫crystal like eyes 像水晶一样晶莹剔头的眼睛 还有像天使般的女孩 an angel like girl 注意不要的angel 前面发a加名 angel angel like girl 天使般的女孩子 还有像梦幻般的音乐 dream like music 就好了 注意音乐 music不可数名词 好 这是像什么样的 那后面再看 这个飞线的系统的重剧 that are a good part of the weight of the bird 我们说最好呢 我们用witch引导更符合语言习惯 用net也不能算错 但是不是特别常见 我们在用的时候还是witch稳妥一些 应该说 那么that are a good part of the weight 不能说是鸟的体重好部分 这个good表示数量大 表示好多好大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中文中是不是也能用好表示数量大 我他挣了好多钱呢 我们走了好远的路 都是表示数量大 这个good跟中文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咱们很好理解了 he earns good money 不能说他挣好钱 他挣好多钱呢 都是数量多 we walked a good distance today 我们今天走了好远的路 不能说走了一个好距离 这是好远的路 只是数量大 还有我们在第三课曾经见过的 我们四册第三课 十七页的第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modern alpinists try to climb mountains by route which will give them good sport and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the more highly it is regarded 说当代的登山者呢 试图通过这样一个路线来爬山 什么路线 which will give them good sport 还记得吗 是什么意思 sport 表示fun amusement 乐趣 能够给他们很多乐趣的这个路线 good sport 像是a lot of sport 表示很多的意思 注意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站来的脚体重呢 好大一部分 并且怎么样 and these 就是these muscles 这些肌肉 will ply the short wings with such irresist power ply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表示给前面这个人 源源不断地提供某个东西 本文中 记住就好了 就给这个短小的翅膀 提供如此难以抗拒的力量 以至于 power后门大从举 怎么说了 这是结果状有从举 以至于怎么样呢 they can bore for long distances 他们可以用费力的 飞行很远的距离 这个bore 说了本来也是打钻的意思 在这用了夸张的羞涩 英语中术语 叫做hyperbole 中文就是夸张夸大 它可以增强这个表现的效果 好像让读者用放大镜看这个东西 增强得到效果 中文中当然有夸张了 我们中文是高级语言嘛 我们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 又浪又慢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经常用夸张的羞涩 经常说 像这个白发三千丈 圆筹四个长 白发三千丈 那走不了度了 那都别人都踩脚底下了 为什么白发有三千丈这么长呢 心中的离仇别墅 是这样的长啊 马上增强了 这效果当然是用夸张了 再比如说 还是李白 微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微楼并不是要拆的那个很危险的楼 跟现在那个微房不一样 微者高矣 就是高矣 就指高的意思 高楼一百尺这么高 这还靠谱一点 一身手把星星摘下来了 这明显有了夸张夸大的羞慈 烟伸雪花大如席 片片吹落轩辕台 也是李白的诗 我们说鹅毛大学就比较少见了 大如席 有前辈说过 通过一个席字 立刻让咱们感受到了 燕山是这样的冷 这夸张有这么个艺术效果 增强这个表达的力量 力度 英语中这也是屡线不鲜的 我们复习在三册讲过的 首先三册19克贵重的宝贝猫里就出现过 It was rather like an exhibition of prehistoric electronic equipment 这非常像一个史前的电子设备展览似的 prehistoric本来叫史前的 就是有文字记载之前的 那时候文字都没有怎么够电子设备呢 这明显有夸张了 就老掉牙的电子设备 非常陈旧 都史前了 这是明显有夸张的 对吧 我们再回顾一下 在第三册第三十六课的题目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叫做A chance in a million 当然这百万分之一 这可能性太小了 这用了夸张的修词 增强对比效果 极眼可能性只小 再比如说 看几个类似的例子 His anger nearly burst his belly 他的怒火几乎都让他的肚子裂了 炸裂了 气炸了肚子 这个burst 表示崩裂开 啪 崩开了 belly 肚子 中文中说气炸了肺 这是气炸了肚子 有意气痛控之后 不可能真真炸了肚子 肚子越来越来越砰 肠子崩出来了 那是什么恐怖片 这是增强对比效果夸张夸大 再比如说 Everybody was clapping their hands off 每个人都在用力的鼓掌 最后啪 这个演员最后 一个亮相 最后台下 掌声雷动 掌声停止之后 台下人竟胜手腕子了 满地都是手 那么把演员就吓死了 这夸张手都拍掉了 用力的鼓掌 再比如说 He cried her eyes out 这女孩都哭得眼珠子都出来了 如上考皮 抱头痛哭 嚎啕大哭 哭得眼珠子 那不可能真出来 那吓死了 这是用夸张夸大的羞涩 好 我们接着看例子 比如说 我们说 她媳妇特别瘦 后瘦 后瘦 He has a skeleton of a wife 这个of 是固定的表示比喻 咱们再三次讲过 of前面是预体 后面是本体 那她是有骷髅骨 还是有媳妇呢 她有媳妇 有老婆 老婆瘦得像骷髅骨一样的老婆 这是用夸张了 那真是老婆是骷髅 那不是从恐怖片了吗 但是皮包骨了 老外更彻底连皮都没了 形容这么的瘦 再比如说 我们看 这东西贵 这车好贵啊 The car cost him an arm and a leg 这个车让她画了 一条胳膊一条腿 那不可能真是把胳膊腿流 那就开不走车了 这夸张了 Core somebody an arm and a leg 固定搭配 甚至我们来听一道 托福听力真题 这里边就用到 这个固定的夸张 这些夸张 看到之后都会背起来 我们先看看一个选手 再听一遍 看看选哪一个 这女的关于这戒指 暗示什么呢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夸张 那就送费了 选哪一个 当然选C嘛 It was very expensive 这好贵哦 非常贵 看原文 Number four Did you see the diamond ring Bill gave to Linda I sure did It must have cost him an arm and a leg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about the ring 这是一男一女对话 第一个男的说 Did you see the diamond ring Bill gave to Linda 你看不看见 比尔送给 Linda 那个大钻戒 大钻戒 第二个女的说 I sure did 我当然看到了 就上那 I sure saw 我当然看到了 It must have 这家过去分词 是对过去的 肯定的推测了 这准怎么样呢 Coss him an arm and a leg 这肯定让他出了血本了呗 好那大钻戒 可能六斤多 跟一大箔套一样 这好家伙 这得多花多少钱呢 What's that woman imply about the ring 关于这戒指女的暗示什么呢 暗示的是 It was very expensive 非常的贵 这是夸张的修词了 这些老师讲过的 放心用 没有问题 当然这是比较通俗的夸张 那大师手笔就不一样 我们看 雪莱在阿德拉斯的女巫中 形容女孩的美丽 这么一个诗歌中的夸张 咱们看是不是更有意境 你看那怎么说 他说 For she was beautiful Her beauty made the bright world dim And everything beside Seem like the fleeting image of a shade 他说因为啊 它使这样的美丽 有多美呢 它的美使整个明亮的世界 都为之暗淡 周围 她的身边所每一件事 看上去 Fleeting 就是非常快速 一闪就过的 都变成了 稍纵即逝的光影了 哎呀 没有描述的很漂亮 我们头脑中 好像跃然纸上 看到一个女孩子 站在屏幕中间 周围一切都是 灰色的 模糊的 一闪就逝的光影 只有女孩子 形象是清晰的 是彩色的 在屏幕正中间 美得令人不可防悟 这太漂亮了 你看这 这个多么优美 咱们再回顾一下 For she was beautiful Her beauty made The bright world of them And everything beside Seemed like The fleeting image Of a shade 屏幕前的男生 如果要是给女朋友 用英语写情书 这段可以借鉴 这出处呢 The pb Shelly The witch of Atlas 阿特拉斯的女巫中的片段 这其实也用了夸张 好 我们再回头去 本文中也是 像打钻一样在飞 很长距离 什么穿过 逆风 opposing gale gale本身就是狂风 大风的意思 opposing 就是对立对抗的 就是逆风 逆风 还可以用我们词汇中讲过的 大家还记得吗 Adverse wind 或者gale 或者unfearable gale win就是一般的风 gale就是大风狂风 就好了 顺风怎么说 favorable 有力的就好了 favorable gale 或者favorable wind 就好了 这是顺风 这个before exhaustion follows 咱们第九课就讲过 before的翻译非常灵活 它做时间状态时 好多的翻译方法 比如说我们说过 可以翻译成 然后怎么样了 I shaved before I went to the party 我刮了脸 然后去参加 这个聚会 在这 before 翻译成 然后 而不是说 我在参加聚会之前 先挂脸 这个别扭 然后怎么样 那么有的时候 如果强调主句时间 非常长呢 咱们看翻译成 才 强调主句 时间比预料的要长 翻译成才 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we meet again 那么我们要过很久时间 才能再次见面 而不翻译成 在我们再次见面之前 有很长时间过去 要过很久 我们才能在这边 强调主句时间之长 还有你看三册第二课 十三等于一里面的片段 我们回顾一下 looking at his watch he saw that it was one o'clock but the bell struck thirteen times before it stopped 看了看表 他看到现在是一点钟 凌晨了 但是大钟敲了十三下 才停 预期应该敲一下 结果长了十三倍 强调主句时间 比预料的要长 特别长 用才 如果强调主句时间短呢 咱们讲过 翻译成什么 过了不一会儿 就怎么样了 I hadn't waited long before he came 我没等多久 他就来了 before可以翻译成就 而本文中的before呢 在上线文中 可以翻译成until 直到 直到最后 精疲力解 你看本文中 出现好多固定的搭配 你像这个apply with 给某人源源不断的提供什么东西 such that 如此加名词 再加结果状态从你 以至于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before翻译成直到怎么样 咱们类似可以造个句子 把这些知识呢 用一遍 用一遍之后 记忆更深刻了 早记吧 看这个中文 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坚定的信念 咱们可以用conviction 这个词 尤其表示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nviction conviction 源源不断的给红军 就是the red army 红色的部队 提供如此大的动力 以至于怎么样 他们翻雪山 过草地 跋涉两万五千里 直到到达 长城的终点 无奇镇 大家注意这个 翻雪山 过草地 跋涉两万五千里 在中文中 不管那套 它是主角形的 都是并列 但英语中呢 跋涉两万五千里 是中心位于动词 翻雪山 过草地 应该是伴随壮语吧 跋涉的期间 做的事 所以英语 在英语中 发现的不是并列的 英语更讲道理 这个跋涉 是中心的动词 翻雪山 过草地呢 是伴随壮语 这把守其间 做的事 无奇镇 可以说 the town of 无奇 北京市 the city of Beijing 我们of 引出 城市名称 就好了 这个终点 designation 咱们试试看 马克思主的信念 源源不动的题目 那么 ply with 什么 就好了吗 如此大动力 以至于 such that 就好了吗 咱们试试看 Marxist convictions plied the red army with such irresistant power that 以至于怎么样 they tracked 长途八车 for two 25,000里 over snow-capped mountains and grassy warps swamps before they reached the town of 无奇 什么地方呢 destination of the long march 长征的终点 好 咱们回顾一下这句话 你看 Marxist 可以指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形容词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那么 ply 这是跟后面 威斯大配 给某人源源不动的题目 给红军 专用名字大写 帝公如此无法抗决力 以至于怎么样 那还是结果专用的重军 他们 track T-R-E-K 长途八车 长途八车 25,000里 25,000里 由汉语拼构成的单位 是单副同行的 不能说里字 这种圆 完圆一圆 突圆 不能说突圆字 不行 单副同行 那么over 是越过了 snow-capped mountains 大雪覆盖的山 叫雪山 cap 就是上面 有一个东西的 山顶是雪 然后呢 草地不可怕 其实这个草地 是长满了草的 周则地 第一批人都陷到自己里边的 第二批人踩着人肉过去的 这可怕了 grassi 长满草的swamps swamps 是赵泽地的意思 直到before 他们到达了 无锡镇 是什么呢 来个同位于 designation of the long march 长征的重点 同位于 如果唯一性的东西 前面可以去掉 定谷词的 你像 这个奥巴马 逗号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奥巴马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前面这个的 就可以去掉 这里面不一定加的 你加上的 也没有错 但去掉的 也正确 也可以说 the destination 但是也行 但唯一性的同位于 前面灌死 可以去掉 整个句子 充满了英语知识 这个 不得一番 寒彻鼓 不经一番 寒彻鼓 哪得 梅花扑鼻香 所以 英语基础打词诗了 写文章 怎么写怎么用 尤其钻研 好文章 什么文章 新概念英语第四册 好 再回到剧中 这是文章第九句 下面 看下一句 他说 The humbler followers such as passages have a light power of strong propulsion but so entire the humbler followers 这humble 本来是谦卑的 谦卑的 卑微的 尽管是一个科技问题 但是用词非常的 这个 这个 生动 他把这个 这姑称为 这谦卑的 追随者 就是仅次于野鸭的 这个和鸽子的 这个鸟类 那谦卑的 追随者 follower 比如说像这姑 他们有一个 类似的 这个强大的推动力 但是很快就会疲劳 这个 have a like power like 我们知道 可以当动词喜欢 可以当借词像 但当形容词 表示这个 类似的 但是注意 like 就是形容词类似的 只能做前置定语 放到名词前 修饰它 like 表示类似的 做前置定语 本分中修饰power 正确 但是生活中 我们可能个别有反例 但我们考试中 用经典的文法 一定放在名词前修饰 但是跟它相反 有一个类似的 只能做表语 就是like 前面加一个 alike A开头的形容词 多数是只能做表语的 are alike 国语are alike 我们有些类似 可以这么用 但是similar 这个词也是类似的 这是做定语 做表语 没有限制 没有位置限制 这英语中规矩太多了 similar 语言习惯 做定语 做表语 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个 is likely 做辨细 likely呢 也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但它当形容词是可能的 而不是类似的 它相当 probable 可能的 这个做辨细 我们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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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 老托福的语法题 Ox3 这个道题是一个改错 问你ABCD哪错了 咱们看一看 那么有一些抗生素 用在对人类疾病治疗的抗生素 它们是类似的 只不过是因为in that 是符合连词相当于because 但in that不能放得聚首 咱们见过 因为什么呢 它们都是从真菌或者细菌中得到的 抗生素类似 它们都来自真菌或者细菌 fungi是fungus真菌的复数 单数是fungus fungus复数是fungi bacteria是bacterium细菌的复数 A一些跟复数没错 using在什么什么中被使用的 后制定语也没错 用过去分子完全正确 C错了 are like是类似的 在这形容词应该换成 are alike 或者你换成are similar 也正确 但like肯定是不行的 那the need obtained 从什么被获得的 这个用过去分子也没有错 C错了 再看一个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真题 这是一个老题了 咱们看看应该选什么 anyone who has spent time with children is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a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way boys and girls respond to什么 situations 任何一个跟小孩子 度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人 都能够意识到这个区别不同 什么区别呢 男孩子和女孩子 对于类似的情况 反应的不同 男孩子女孩子反应不一样 类似的选哪一个 只能选a similar 对吧 similar做定语可以 做表语也行 这需要定语用它没问题 are like呢 只能做表语 same呢 倒是通顺的 但是same 前面应该加定过词the the same situations 这里没有的不符合语言习惯 likely做形容词 是可能的 根本就不通顺 所以应该选a类似情况 对吧 就这么一个 好 再回到这个句种 看一下句话 他说了 you may pick them up in utter exhaustion a wind over the sea has driven them to a long journey 你可能呢 在地下捡起这些这个遮固 就是完全精疲力竭的状态 动不了了 跟死了差不多 然后我们有个条件状态从句 如果海上的风 迫使他们必须飞 很远的距离的话 就说明呢 他能顶峰飞 他很快累了 累了不行 从天上掉下来了 这个utter exhaustion 看着utter utter是多一词 在未来24课会碰到 可以本来表示说 或者用嗓子发出声音 发出声音声啊 喊叫声或者说话 表示这个意思 你看我们看一看 138页15到16行 马上会讲到的 138页15到16行 if we glimpse the unutterable it is unwise try to utter it 如果我们看到 无法语言表达的东西 非要把它utter出来 说出来 是很不明智的 这个it 直在前面这个 the unutterable 无法说出的 utter是说 或者用嗓子发出声音 utter 但是本文中完全不同 这个utter是形容词 完全的彻底的 比如说 that's utter nonsense 这完全是 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满嘴跑火车 he look at me in utter disbelief 他用完全不相信的表情 看着我 完全不相信 she gaze at me in utter confusion 他用完全迷惑的神情 盯着我看 gaze是盯着看 完全迷惑不解了 utter是完全的彻底的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pick up 然后捡起来了 你从地下捡起这屋 完全净疲力竭 动不了了 后面条件是 如果海上的风 driven 就drive了 迫使驱使 驱使他们 要走很远的距离的话 至此 23课 第三部分 课文第三部内容结束了 他介绍了 靠肌肉的力量 黑形的鸟泪 词 词